欢迎来到我们体育网友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劲爆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是新加坡乒乓球选手冯耀恩 在WTT太原站表现出色 一天之内在南单、南双和混双三个项目中 全部晋级成为最大赢家 接着我们转到台湾直篮P League家的季后赛 桃园浦原岭航员在卢俊祥的带领下 以95比82击败新竹与顶工程师 卢俊祥个人砍下24分 成为球队胜利的关键 最后我们来看中职台岗雄英队在澄清湖的比赛 他们以16比5大胜中信兄弟 摩英表现神勇 包办五打点 助球队取得队势最多的16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联合早报报道 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常规挑战赛太原战中 我国球员冯耀恩展现出色表现 三线暴截 晋级男单 男双和混双项目 冯耀恩先与王兴如搭档 以3比2战胜 中国选手陈元宇冯一璇打进混双复赛 随后 他在男单比赛中以3比1击败队友郭勇 击身16强 最后 他与郭勇合作 在男双比赛中以3比1淘汰中国组合 比诺斯表示 球队成功限制了工程师得分王艾夫博和主力高国豪的发挥 归功于助理教练黄启峰的情报搜集 以及球队的高强度防守 艾夫博例行赛场均得分23.03分 但在这场比赛中仅得11分 高国豪也仅拿到7分 领航员后卫卢俊祥全场攻下24分 他认为球队在下半场有些松懈 但强调季后赛才刚开始 球队需要保持专注 在另一篇中央社报道中 领航员凭借卢俊祥的全能表现 在季后赛首战中击退工程师 卢俊祥攻下24分 5篮板 7助攻 4抄截 成为球队获胜的关键人物 尽管工程师在决胜节一度将分差缩小至7分 但领航员最终还是靠着卢俊祥的出色发挥 稳住了局势 领航员的洋将 卧徐本也贡献了20分和10篮板 工程师的得分王艾夫伯和主力高国豪 在对手的重点看防下 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分别仅得11分和7分 最终未能挽回败局 中央社 雄鹰猛冠16分猛集中信兄弟 台岗雄鹰队在澄清护球场 迎来了打击大爆发 全场敲出18支安打 以16比5大胜对手中信兄弟 这场比赛中的亮点 无疑是魔鹰 Steven Moyer 他四次上场打击敲出3支安打 其中包括一发3分炮 包办了全队的5个打点 成为单场MVP 比赛从一开始 就展现了雄鹰的攻击力 首局下半 便从兄弟的先发投手 未硕成手中攻下5分大局 接着在第二局再下2分 尽管兄弟在第4和第5局各追回1分 但雄鹰在第5局下半又灌进3分 将比分拉开至10比2 第6局上半兄弟的陈俊秀轰出阳春炮追回2分 但雄鹰在第6局下半再度爆发 魔鹰的一发3分炮将比分拉至15比4 最终雄鹰以16比5大胜 魔鹰和其他队员的表现 让这场比赛 成为球队历史上的光辉一夜 联合早报 新加坡国家足球队 雄狮队 主帅小苍免 公布了对战 韩国和泰国的世界杯外围赛 27人名单 其中包括了7名 来自失城水手的球员 队长哈里斯 哈伦如果在这两场比赛都上阵 将以132场比赛成为新加坡历史上出场并列第4多的球员 小苍免首次召入了马里士塔卡莎 贝尔斯蒂尔考塞 后卫爱马威维 MVU 并且有8位球员重新入选 雄狮队将在6月6日对战韩国 5天后做客泰国 完成C组最后两场小组赛 韩国队临时主帅金杜勋 曾执教失城水手 对新加坡球员并不陌生 但他在失城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因头顶撞BG 但宾尼流浪助理教练 被竞赛三场 并罚款2000元 尽管韩国队还未公布球员名单 但相信 届时在欧洲踢球的球星孙兴敏 李刚仁等人都会在列 联合早报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即将开打 我国选手千运不佳 面临强敌 晋级难度较大 男单方面 洛剑佑将在首圈对战 世界排名第19的中国选手陆光组 虽然洛剑佑在交手记录上 保持两战全胜 但晋级之路依然艰难 女单杨嘉敏 将首圈对上中国的赛会8号 种子何冰娇 何冰娇在两人 四次交锋中保持全胜 混双组合徐永凯 陈维涵首圈就要面对去年的市井赛冠军 韩国组合徐成仔 蔡佑丁 三次交锋中保持全胜的对手 让比赛充满挑战 男双和女双方面 我国没有球员参赛 其中男双32强将 上演三场队友内战 印尼的爸爸组合阿珊 亨德拉与队友菲克里 毛拉娜的交锋备受关注 女双方面 上届冠军兼世界第一的中国组合陈清晨 贾一凡将在前两圈顺利晋级 八强对手可能是日本组合松本麻佑 永元和可纳 联合早报报道 世界首号男单网球名将乔科维奇 在日内瓦公开赛次圈赛击败对手晋级赴赛 以这场职业生涯的第一千一百场胜利 庆祝自己37岁生日 乔科维奇以两盘6比3的成绩 击败德国的汉夫曼 成为继康纳斯和费德雷尔后 第三位在男子网球历史上 达成一千一百场胜利里程碑的球员 尽管今年状态下滑 乔科维奇凭借外卡得以参加日内瓦公开赛 并在生日当天取得胜利 主办当局为他准备了生日蛋糕 现场观众也为他唱起了生日歌 乔科维奇在赛后表示 如果没有赢得这场比赛 生日会有所不同 并且很高兴能够在家人支持下 首次参加日内瓦公开赛 中央社报道 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 在超级500等级的BWF马来西亚 羽球大师赛中 仅用31分钟就以21比14 21比5击败日本的高桥晃市 顺利晋级8强 周天成在上周的泰国羽球公开赛 闯进4强 本周世界排名上升到第13名 继续巩固自己的奥运种子席次 周天成在首局一度落后 但随后反击并轻松收下首局 第二局更是毫不留情 连得11分 最终轻松直落 二收下胜利 周天成在8强的对手 将是现任球王丹麦好手安赛龙 尽管周天成生涯 对战居劣势 但最近一次交手中周天成 曾击败安赛龙 此外 女双选手宋朔云和余千惠 也成功晋级8强 中央社报道 台湾选手庄志渊和高成瑞 在WTT太原挑战赛中 双双闯进南单16强后 在南双首轮合体 却已以1比3败给香港组合 何军杰与黄振廷 无缘八强 尽管在南双比赛中失利 庄志渊和高成瑞 仍将专注于单打赛事 高成瑞在南单首轮 以局数三比一击败成都 世大运金牌得主周凯 而庄志渊则已直落三淘汰 新加坡选手周哲宇 两人目前南单世界排名 分别为32名和33名 有望携手身家巴黎奥运 与此同时 李玉尊在女单首轮 以3比0利措 马来西亚选手可人 接下来将在16强赛 对阵世界排名第14的 日本选手 平叶梅宇 中央社 为了鼓励企业和个人 对体育运动的支持 教育部体育署 正在改版体育运动赞助资料库 媒合平台 希望能更有效地为运动员 争取民间资源 署长郑士忠表示 政府不仅要成为运动员的后盾 还要积极帮助他们寻求企业赞助 以培育更多的台湾之光 为了增强企业的捐赠意愿 体育署通过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供税付优惠 尤其是第26条之二 允许企业通过体育署设置的专户捐赠职业运动 并享有最高150%的税务减免 今年到5月底 通过该条款捐赠的金额 已达新台币7亿元 预计能超越去年的10亿元 台湾赛车手刘军梅 也在记者会上分享了她的故事 去年她在亚洲系列赛事中取得足够积分 成为首位参加女子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台湾选手 她表示家人为支持她的梦想 甚至增贷房子 幸亏通过体育署的赞助媒合平台和募资平台 才得以圆梦 联合早报 东七七和欧文联手拿下63分 帮助达拉斯小牛 在NBA西岸决赛首场比赛中 以108比105战胜明尼苏达辉朗 尽管辉朗在末节还一度领先 但小牛在东七七和华盛顿的 带动下反超比分 最终取得胜利 东七七在第四节 砍下33分钟的15分 而欧文在上半场发力 取得30分钟的24分 辉朗的两名大将堂斯和爱德华兹 分别只拿下16分和19分 未能突破小牛的防守 赛后 东七七表示 他们必须很努力 才能取得这场胜利 并称赞欧文在上半场的出色表现 第二场比赛将在星期六 继续在明尼苏达举行 欧文认为将会是一场更艰苦的比赛 并表示他们必须保持比赛策略 联合早报 卢克曼上演帽子戏法 帮助亚特兰大在欧洲联赛决赛中 以3比0击败德甲冠军莱沃库森 夺得61年来首个冠军 并终结了莱沃库森 在各项赛事中的51场不败记录 卢克曼在第12、第26和第75分中 分别进球 成为自1975年以来 第一位在欧洲赛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 亚特兰大主帅加斯佩里尼表示 在这种比赛中不能一位防守 而是要积极进攻 这也是他们获胜的关键 卢克曼从英格兰球队查尔顿几家 辗转多支球队后 终于在亚特兰大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表示是加斯佩里尼对进攻足球的信念 使他能够一展所长 尽管莱沃库森主帅阿龙索 对施力感到失望 但他仍对球队本赛季的成就感到自豪 并希望在接下来的德国杯决赛中实现双冠的愿望 联合早报报道 热次主帅波斯特科格鲁 在球队结束英超赛季后 立即飞往澳大利亚与纽卡斯尔进行友谊赛 最终双方一比一踢合 纽卡斯尔在点球大战中以5比4获胜 波斯特科格鲁在赛后表示 新赛季需要加强球队前线的攻击力 尤其是在理查利森和维尔纳受伤后 球队的前线阵容显得薄弱 维尔纳在租借到热次期间表现不错 但是否买断他的合约还需两家球会的谈判结果 以及维尔纳本人的意愿 波斯特科格鲁对情况表示满意 并有信心在转会窗开启后留住所有他想要的球员 联合早报报道德国甲籍联赛豪门拜仁慕尼黑 接近签约伯恩利领队孔帕尼 取代离职的主帅图赫尔 这一消息刊登在德国图片报 天空电视台以及英国卫报 让许多人感到意外 孔帕尼曾效力德甲球队汉堡 对德甲有一定的认识 拜仁与图赫尔在今年2月达成和平分手协议后 曾尝试挽留他但未能成功 孔帕尼在2022年带领伯恩利升上英超 但在刚结束的赛季中 伯恩利排名第19被降入英冠 拜仁目前正与伯恩利磋商赔偿配套 以完成对孔帕尼的签约 新岛日报报道 日本巨星大股祥平 在本赛季前49场比赛中表现惊人 打击率高达3×56 敲出13轰并成功倒壘13次 成为124年以来仅有的第五位达成此成就的球员 上一位达成如此恐怖记录的是大股的队友辈子 他在2018年效力红袜时也有类似的表现 并拿下当年的NVP 大股祥平的全面进化不仅体现在球场上 他还在洛杉矶购买了一栋价值785万美元的现代化豪宅 距离到祈求场约20分钟车程 豪宅设施齐全 包括克制橱柜的厨房 桑拿 居家电影院 健身房 以及篮球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